侍永信一直以来外界称他为少林寺的西游 说这个出入国内国外到处宣传少林寺 把现在少林寺弄得比较商业化 很多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有正义 可是最近有关于侍永信的这些新闻 有的甚至都是绯闻 说他什么包养了一个北大女学生 什么还有一个私生子 什么又跟某一个大明星有染 说他什么有三十亿美金的存款 存到国外各个银行 说什么在国外他有田产有别墅 还说他自己给人家一个手机号码开光 就能拿一百万 手机开光人家给一百万 那也不是给他本人是给少林寺的香火 这都是有可考备案的 所以像这些事情上传出这个谣言 我想咱们很多人凭借常识 就可以对这个谣言不攻自破 世永信法师俗姓刘 名映成 法名永信 此号碗影上人 少林寺第三世代方丈 2011年1月8日 世永信透露说 少林寺在国内不是法人单位 媒体却在说我们商业话 但少林寺在伦敦柏林等地直接办了40多家公司 除此之外 网络近期不断传出关于适用性的各种绯闻 将少林寺推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目前少林寺官网已对绯闻事件发出辟谣声明 那么有的人说了 说老梁你说这个 那全国那么多和尚 那么多方丈的 怎么没说别人呢 怎么这些年就单单是不断的 世永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谣言诽闻出现了 这里有两个原因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 哪些人容易沾上丑闻 沾上非议 首先一个他得是个大人 有名的 你要一点明气没有 比方说边远山区一个农民 谁不知道他 你他身上能有什么丑闻绯闻 你传播这个 老百姓也不关注啊 第二个 他必须本人影响了利益格局 对别人利益有影响 所以这才有人琢磨在他这弄一些丑闻 弄一些争议 少林寺的方丈 最是在风口浪尖上这么一个和尚 所以在他身上出了一点这些人那样的事 包括他坐个豪华越远车 很多人都会想到佛门的腐败啊利益问题啊 所以就把他呀当作一个靶子来处理 所以其实世永信经常深陷各种这个丑闻的漩涡当中 谁让你有名的呢 所以这有时候也讲夜报吗 就说你获得了多大的利益 得了多大的成就 就相应的得承担多大的负担 承担多大的争议 恐怕这个事啊 我记得有次采访 世永信本人也跟记者说了 说这佛教里也讲这个 这也是因果报应 你做了这么大的事 得了这么大的福报 那么你承受一些不利的东西 这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解释清世永信这个事 首先呢 咱们得从我刚才说这个几点上入手 一个是他怎样签动了多种利益非常复杂的格局 第二个是现在佛门有的地方非清净之地 怎么样殃及到世永信身上 咱们首先先说第一个 少林寺呢 这已经是个全球知名的品牌了 由少林寺身上引发了巨大的利益纷争 少林寺就如同一个唐僧肉 好多部门 好多个人都想吃上一口 那么世永信是少林寺的方丈 不可能能回避掉这些个利益纷争 咱们把这事说清 先得接着介绍少林寺 有的人说 那我八十年代就看过李廉洁眼的少林寺 我知道 其实你不见得完全了解少林寺的历史 少林寺位于中国河南登峰的松山 是少林无数的发源地 禅宗祖庭 少林寺定盛时期规模很大 1928年军阀混战 军阀石有森火烧少林寺 一些主要建筑通通毁于一去 许多珍贵的藏金 四制 全谱等烧成灰金 1982年后 国家为方便中外文化交流 对少林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重建 天下第一名叉 焕发出新的光彩 如今已经是殖民中外的少林文化圣地 少林寺是公元495年 北魏时期建成的 建成之后32年 来自天竺的达摩老祖 达摩祖师 一尾东渡来到少林寺 少林寺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少林寺呢 它属于啊 少林寺下边周围重山峻岭 有竹林有树林 所以这么的叫少林寺 那么达摩老祖到这之后呢 面壁九年 然后收下惠可上人 当时就把禅宗啊 扎根在少林寺 所以初祖达摩 二祖惠可 三祖僧灿 四祖道信 五祖红忍 六祖惠能 一脉传下来 少林寺被称为叫禅宗祖庭 成了中国的名杀 所以叫深山残谷杀 必须所少林 其实少林寺呢 在改革开放初期呢 已经很凋庇了 里边是和尚数量也不多 也挺穷的 香火也不忘 啊 这个寺庙看起来很破败了 但是我们看八十年代初 这个少林寺一拍 这个热潮 一下子使少林寺活起来 当地政府 这他地处在河南登峰市吗 登峰也花了一些 要修要什么 要打造 以少林寺为核心的旅游区 那么这一打造不要紧 到了九十年代时候 少林寺成什么了呢 成了占当地 就少林寺带来的旅游收入 占登峰市 整个GDP的三分之一 后来是登峰市呢 挖出煤来了 他GDP比重下降 可是由于少林寺带动的 这个利益格局却大了 你比方除了少林寺本身 旅游的收入 门票收入以外呢 围绕着少林寺一些影视开发 比方说少林武校 少林武馆 还有什么这个卖这个各种兵器的 包括在这个登峰市里边围绕着少林寺旅游 他这些宾馆的酒店 餐饮 娱乐 歌厅 什么的 这个产业链 你要弄到一块 你会发现和少林寺有关的利益 也占到了登峰市 现在GDP的三分之一 所以他成了登峰市的一个支柱 一个命脉 你说这个地方政府能不重视他吗 那么在重视的过程当中 这就出现了两个矛盾 第一个 要跟少林寺的当家人 争夺有关少林寺这个旅游资源开发的主导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开发少林寺这个过程当中 和少林寺本身作为佛教圣地之间的教育 难免就会发生冲突 双方就会有利益上的纷争 所以我说施永信作为少林寺方丈 他不可能逃脱这个利益纷争 他一定在利益纷争的漩涡的中心地带 天底下这些大的宗教圣地啊 一般信徒得自由出入 你金里头要钱 那成什么呢 那不成的就是说有钱的能信佛 没钱的信不了佛了 这不是佛教众生平等 所以你看天底下 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 这些大宗教大的寺庙 都是免费金里头参拜的 可是呢咱们国家现在啊 好多地方政府把这些著名的宗教圣地 当成摇钱树 他人家振振有词啊 可不是光进少林寺要钱的 我扩大了 门口他到汴城不行街 我这边再开发一个什么乱七八糟 别的景区 你进来 那总共我收你景区的门标费用 其实同样是等于 你要不交钱 游客是进不了少林寺的 所以一开始地方政府抓这头 而这个跟少林寺本身就有冲突 我刚才说在教义上讲 你这个信徒进来 是不应该收门票的 你进来你这是个信仰吗 这是 你再要钱 不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了吗 所以一开始双方在这个上 有一定的冲突和意见 那么接下来呢 出现了一个矛盾 不是政府跟这个少林寺的矛盾 周围的居民 这个少林寺一热 热在什么上 先热在个五字上 绝远和尚啊 什么十三贵僧救堂王啊 把少林寺给珊瑚火了 好 周围的这些居民发现呢 来的人越来越多 有来想看看少林武僧练武的 有的到这想拜师的 那这位现在的影视明星王某强 当年不就跑到少林寺 所以哭着喊着要当和尚 想成为李廉洁那样明星 他不是信佛来的 就想当明星的 这样的年轻人 尤其农村青年 全国遍地都是 想来少林寺 周边的居民 少林寺周边 总共大概几个村 有两万多人 这些人琢磨 这是个发财的机会 你起码来了 你得吃住吧 有在这开旅店呢 有在这开饭店呢 还有的居民琢磨了 这不是有一些这个演出公司 在现场呢 也整一帮人 冒充少林武僧 表演少林武术 所以当地老百姓说 你在这住啊 你剃有光头就有钱挣 你不是少林武僧 也给你弄成武僧 所以周边老百姓呢 发现这会人越来越多了 能发财了 这个板摊啊 那个织棚子啊 哎呦 里三层外三层 就把少林寺给围住了 有的挺不像话 你这个院墙之外 少林院墙之外 佛门清静之地 这边就给你整成啤酒 烤上羊肉串 你琢磨琢磨 这乌烟瘴气的 所以施永信当初 非常生气 对这个现象 就跟政府建议 必须赶紧拆迁 你旅游开发 我们不反对 你弄成这样乌烟瘴气 我们受不了 所以当地这个政府呢 一看也对 你如果不把这个乱象整住 政府要开发 也费劲 开始就拆迁 来了刷墙 刷上边一个圆圈 里边写个拆 就要拆 那老百姓不知道怎么事 纷纷的骂石永信 骂少林寺 这些和尚断我们财路 怎么怎么的 坐落在邵氏山下的石方禅院 是古代僧众 瞻仰古刹少林寺 朝拜禅宗祖庭 言武聚居的圣地 一年就失修 破坏严重 1993年 政府部门对其修缮 我由郑州少林旅游开发公司 开发石方禅院并租用 双方协商 石方禅院每年定期 付给寺院土地租赁费和香火费 租用期40年 40年后 石方禅院的财产为少林寺所有 后来这个政府胃口很大 把整个的少林寺这个景区打包 一张票二百多通票 这个石方禅院代表政府 也跟少林寺参与文票分成 遭到少林寺激烈抗议 石方禅院一看退出 退出怎么办 在这卖护身符算命 我们都知道算命的玩 那不糊弄人的吗 有的被糊弄了 他不骂别人 他骂少林寺 少林寺算命 糊弄我们 总而言之 这些事情 都是少林寺跟地方政府之间的纷争 那么这个纷争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的负责者应该是政府 他为了追求这种GDP呢 等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少林寺原来景区的这种完整性 破坏了少林寺作为佛门清净之地应该有的那种权益 所以在商业开发过程当中呢 等于适用性代表少林寺也不断的跟地方政府抗争 可是问题就在了 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关键是少林寺本身也有商业开发的愿望 所以在商业开发这 虽然跟地方政府跟登峰市政府不断有摩擦 但是双方有一拍即合的地方 有利益的共同点 这一点适用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不否认这个 说我这个少林寺为了能传承这些 我也得与时俱进呢 我头脑我也得灵活一些 该搞商业开发得开发 少林现在不是说是不该开发 还是开发的不够呢 你要从佛教的教义上来讲呢 世永信说过那个 说佛祖从来没有说 我们非得躲进深山里修行 因为少林寺属于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是度己度人 你喊到普渡众生 那么你这个不入室 不跟众生打交道 你怎么普渡众生 所以世永信这是为自己 少林寺走商业化的道路 跟外界广泛联系 他为自己这种行为辩解 其实我们说呢 普渡众生真正的意义指什么呢 包括帮助处在苦难当中的教证 脱离苦海 再一个就是在灵魂上 给教证一定的精神之助 让他们在佛法的指引之下呢 向往这极乐世界 这是佛教普渡众生应有之一 而世永信把少林寺变成商业化推广 把这个都归结到大乘佛教里的普通众生 严格意义上说 这也有偷换概念之前 但是这些年适用性 为保护少林寺这种文化遗产 做出的努力呢 我认为多数时候还应该是给予肯定 当然我们说实在 少林寺能有现在发言狂大 跟拍一个电影人有直接管理 也是市场炒作的结果 要不然就凭你原先少林寺那种状况 不可能现在成了金字招牌这么值钱 虽然说少林寺是蝉重祖庭 要没有经过李连金的电影那么一炒 恐怕是没有